各位观众我现在是在青岛港 在我的身边由重汽集团发往委内瑞拉的500辆A7牵引车 正在紧张有趣的装船 在青岛港6号码头 重汽集团南亚籍美洲部负责人把象征交接的金钥匙 交给了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代表 随后一辆辆豪沃A7牵引车紧张有趣的开进滚装船 该车型是中国重汽自主研发的产品 各项技术都代表了国内重卡的领先水平 中国重汽的车质量非常好 性价比非常高 非常适合委内瑞拉的道路路况 本次发运的500辆车是由重汽集团 与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签订的 750套油罐半挂车及牵引车底盘出口合同的一部分 整个合同总价值1.05亿美元 这个订单是目前是我们山东省 大批量出口重卡到委内瑞拉的最大的订单 应该讲在今年呢 也是拉开了我们中国重汽出口的一个序幕 据了解 该批车辆由青岛红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负责乘运 采用大型汽车专用滚装船一次发运 25天后 这批车辆就将运达委内瑞拉的卡贝洛港口 这批车辆由青岛红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负负责